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华宝研究室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 初次面谈必胜攻略 欢迎王光彦讲师 王光彦IAFC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 退休规划专任讲师 好各位华宝研究室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光彦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呢 能够在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 第一次误谈 那个怎么样做到有效 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呢 保销跟我的那个连结其实蛮深的 在我踏入这个行业的第一天开始 其实我就有接触到保销 从他的Advisor到他的那个IFC的证照里面 我都从里面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尤其在保销所出版的任何书刊里面呢 也有很多告诉我们 在心态面跟专业面上面来讲 我们要怎么去 可以把我们的能力所做相关的一些累积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专业的养成 好 那今天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我所要谈的相关的主题 怎么样有效的做第一次误谈 好 那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先分享我自己本身 在这个行业15年的看法 其实在我们做第一次误谈之前 其实有一件事更重要 就是我们要打电话 去约访客户来做第一次的拜访 事实上呢 在这前面来讲的话 心态面的克服 其实比我们在后面要谈的里面 还要相信的重要 因为在我们第一次误谈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伙伴呢 在各位的管理职 或各位的公司里面的教导上面来讲 都会学到有效的对谈的一些过程 好 只是说在拿起电话 打电话那一瞬间开始来讲 其实会有一些压力 尤其我们这个行业的新人来讲 第一次误谈的打电话 那个心态的解决 其实要更新的重要 所以我在这边一开始呢 我想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如果可以在这个行业的时候的 一个开始的心态 怎么样让各位呢 能够拿起电话 打电话给你想要照顾的客户 第一个就是 我们到底来这个行业 我们是卖的是一个product 还是商品 还是一个很棒的风险管理的观念 那在这里呢 我想鼓励踏入这个行业的新人 或是有做一段时间的受险的伙伴呢 当你拿起电话做约访 心理压力的时候呢 你不妨的跟自己说 其实我们到底销售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销售的内容里面的观念来讲 我们要先告诉自己 它是非常非常棒的 有价值性的资讯 因为只有当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提供给客户的那个资讯 是非常有价值的时候 那个电话才拿得起来 我们才打电话给准客户的时候 才不会非常非常有紧张 好 我举一个 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跟大家做相关分享 好 我们想象看有一天 我们生病了 那我们必须去看医生 那我们去看医生的那个目的 到底是要把病治好 还是为了要吃药 那我相信各位的回答一定是跟我一样 当然是要把病治好 怎么会莫名其妙去要吃药呢 好 可是在透过医生专业的问诊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在医生的有效的建议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吃药才把我们病治好的 所以药它是一个结果 它不是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动机 同样的我们在跟客户约第一次物谈 要跟他谈有关于风险上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要卖保险 因为保险是结果 我们要销售的是什么 销售是这个结果 前端的那个所谓的观念养成 到底我应该要在针对风险上面 走得太早 活得太久 或走不掉 或是钱太多的困扰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跟客户 要怎么去对谈这些相关的一些观念 所以我们才有后续的相关的成果出来 那第二个观念很重要就是 我们在跟客户的所有对谈当中 有一个我觉得在要永续经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推荐介绍 我相信各位应该跟我应该有一样的认知 在这个行业里面最大的困扰 就是名单的问题 因为只有名单源源不绝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这个行业才能够永续经营 所以如果我们销售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可以把所谓的推荐介绍的元素 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 明天我们要去拜访什么样的客户 我们想想看一个状况 如果假设我可以透过练习 把我的销售流程演练得非常好 有没有可能我还是因为没有客户的关系 还是必须要离开这个竞争 而且有意义的行业呢 我相信各位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们销售的终点里面来讲 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当作 我的终点不是只有单纯的签约 而是要推荐介绍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一些相关的资讯 来跟大家提到 那我们在第一次物谈的时候 我们如果可以做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 后续的相关的一个结果 好 首先我们在出发去看客户之前 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勇气的客服 跟客户已经约访 下礼拜三要见面了 然后我们也把客户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整理好 那我们要去拜访相关的客户的 那有可能临行之前 我们的主管也会跟我们打气 也会跟我们做一些相关的一些role play 但是动机我们到底有没有清楚 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好 那我想这两个 各位可以当参考 我觉得它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消除客户的警戒心 建立信任 为什么我们第一次物谈里面 要把这项当作最重要的呢 因为我们在跟客户谈的是钱的问题 虽然我们透过风险的 那个对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我们认为对它最适合的保单 销售给它 可是客户要谈论的还是什么 还是它的现金流 有没有 还是要谈它对家人的一些想法 它的年收多少 它有多少的存款 它目前做多少的所谓的投资报酬 这个都必须透过有效的信任 我认为才有可能得到客户相关的一些讯息 那得到这些讯息有没有重要 当然重要 为什么 因为保险不是一次就买足的商品 保险必须透过我们后续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客户会透过它的整个life cycle的变化的不同 然后跟我们加构一些相关的一些保单 所以对它的财务状况 我们当然要理解非常清楚 那既然要理解非常的清楚的时候 如果客户他对我们不信任 那各位想想看 后续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做到他后续的相关的保单的额外的设计呢 这是第一个我认为 我们在去拜访客户之前 一定要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一定要跟客户 透过有效的过程 跟第一次first interview 建立他的相关的信任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去拜访这个客户 想得到的结果 什么样的结果呢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 通常客户对保险这个行业 或是拜访 其实他的牌子是大的 我认为当我们打电话跟客户说 我想跟你约谈有关于风险 财务安全计划的时候 那个客户会突然说 哇Eric你找我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我刚好买保险 我觉得那个几率 可能不是那么的大 那当然还是会有 那我们的重要是 那我们在拜访客户的时候 那我们根据我们所了解客户的状况 我要跟客户谈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唤起客户对家庭保障 重要性的意识 也就是他的不安不满 在我们的风险的范畴里面 我们可以帮客户解决 很多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走得太早 比如说活得太久 比如说走不掉 相关的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在跟客户去谈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跟他谈到第一次 谈到什么样的程度 还是你觉得因为太熟了 没关系 我直接可以做one-tie-close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做一个 很重要的出发节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们来看看 针对这两个项目来讲 Eric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个消除警戒心建立信任 第一个就是要你出发之前 在整理客户资料 在整理想给客户的一些资料之前 你一定要KYC Know your customer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的客户的age 年纪 你可能要知道客户的 salary 他的收入 你可能要知道客户的所谓的 kind of job 他的工作内容属性是什么 你可能要知道客户的 telephone number 或是他FB WeChat的一些联络方法 你可能要知道他的 happy 他的嗜好 他有没有结婚 他有没有小孩 然后他的小孩 大概有几个 那为什么要得到这些相关的资讯呢 因为你才在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 他才会觉得怎样 你跟他是一国的 因为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去的话 你对客户完全都不了解 那明明他的月收大概就是3万 可是当你做完整个评估的时候 你算出来的结果 他大概有2000万的风险缺口 这个好像也就 跟我们所认知的有些相关的不同 那KYC怎么来 同样的要透过你的 推荐介绍人的相关提供资讯 你所才会知道 所以第二个项目就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你跟客户谈的过程当中 你在拜访他之前 你一定要把你介绍的那个客户 一定要大概很清楚 他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朋友给你 他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他介绍给你 他期待我们可以帮助他 相关的是什么 这个未来就针对我们 所介绍这个的客户 他未来愿意再推荐介绍的 那个几率相关是大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因为我是跟他这客户第一次见面 所以我要让他相对的 比较快的时间去接纳我的话 那我就觉得第三个影响力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之所以愿意见我 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电话号的话数多厉害 而是这个介绍 跟他的信任度是有一致的 所以通常的方式 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 举个例子 Eric你好 斐兰你好 我是特严介绍 上个礼拜我跟你的朋友 好朋友斐兰谈的同样的主题 他听完之后 觉得对他很有帮助 所以当我请他介绍 他最关心的朋友的时候 他第一个介绍你 那你知道他怎么形容你吗 然后透过他的 说斐兰怎么形容我 透过pela pela pela 他会发现 哇斐兰真的跟Eric好像不错 他都把一些 一些相关的状况都告诉我们了 好 所以我们看那个 接下来得到他的信任之后 我们要怎么换起到不安不满呢 这接下来一个步骤 可以让各位做参考 第一个 就是推荐介绍的伏笔 再强调 销售的重点是推荐介绍 所以通常我们会跟客户说 那待会 那个正式谈之前 我有两个请求 希望您能够帮忙 第一个请求就是 如果过程当中 你觉得很无聊 你就随时举手 我们就中断今天的谈话 第二个要求就是 如果你听完之后 觉得对你很有帮助 跟肥兰同样的感受 那是不是可以请你跟肥兰一样 把你最关的朋友 三个介绍给我认识 让他们又有这个机会 能够听到台信人寿的 家庭保障计划 透过这样的方式 先得到他的认同 然后开始我们销售流程 第一个动机 当时为了买的第一张保险 第二个代价 为了这个动机 我付了多少的成本 一年多少的成本 我如果一年4万的话 一年20年要80万 那假如这80万 他对他的保障内容清楚吗 也就是当风险发生的时候 会有多少保险金给付 那现在有做相关的调整吗 那这里面内容是怎么决定的 有没有符合他的现况 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要结尾的 唤起客户最高的不安不满 假设明天的发生状况 你认为的家人 会如何应用保险金的给付 或是医疗 或是相关的一些 各位觉得 你想要透过这次的过程 达到相关的目的 那这个就是唤起不安不满 最大的一个风险 因为保障的内容 那个20万是受益人领的 也就是当你或是30万 或50万或是100万 当你的家人拿到这个钱 对你家庭帮助是什么 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后一次 可以让客户很认真思考 他买的保单的保障 对他家人真的有帮助吗 好结论 所以呢透过良好的第一次物谈呢 一定要让客户感受到 我们的不同 这个不同是带给他 跟以往所听到的不同 然后除了未来有机会照顾他们之外呢 而且重点是要跟他 要到推荐介绍 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谢谢各位今天的聆听 这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那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是本周的华宝研究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追踪我们的社群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